最近大家最關心的 還是新冠肺炎的疫情 目前已經是屬於 全球擴散的一個狀況了 但我們看到 最嚴重在東北亞地區 那就要說到南韓了 南韓最主要的整個傳播的來源 就在於新天地教會 新天地教會在全球 有24萬5千人的教徒 但是我們說到這個教會 你會覺得這教會真的好神秘 它的宗教儀式跟它的一些教條 讓我們聽到的都覺得非常的詫異 但在台灣有新天地教會的成員嗎 你跟著我們的記者到哪裡 我們到新竹去看看 真的好像有新天地教會的蹤跡 在新竹這個地方 我們透過鏡頭 來揭開它神秘的面紗 新天地教會這次幾乎 佔了南韓確診者的一半以上 最早新天地教會 成為新冠病毒的超級傳染源後 新年88歲的教主李萬欣 就躲了起來 被指為韓國疫情的禍首 兩個禮拜的神隱 最終還是必須出來面對的 教主李萬欣下跪磕頭道歉 這樣的舉動推開了新天地教會 這道神秘大門 天地教主李萬欣下跪磕頭道歉 上萬人肩靠著肩 唱著相同的詩歌 吸著相同的病毒 新冠肺炎隱形殺手 有敲無聲息地擴散 崇高難寒的確診人數 患者結集成一個箭頭指向 新天地教會李萬欣 李萬欣 蜜蕾修出兩人的對話記錄 對方說 之前在首爾的時候 有幫一位要好的妹妹心理諮商 但是有一點誤會 差一點就要打官司 所以為了避免有人誤會 不要告訴其他人喔 謹慎強調整個聊天的內容都要保密 後來證實 他就是新天地教會的一員 如果咪雷一旦被拉進去 可能就會走入令人瞠目結舌的場景 2016年的英國聖公會 就曾經提醒過信徒 注意新天地教會的滲透 中國大陸 日本 都傳有據點 那 台灣呢 機關署臉書官網一篇注意台灣有沒有 沒有韓國新天地教會分支的po文底下 有位雄性男子留言 18年前他在新竹交代有被接觸過 懷疑新竹應該有教會 記者試著去聯絡這位網友 但截稿前都沒有得到回覆 台灣有沒有新天地教會 地點又在哪裡 就從網友爆料的新竹 開始著迷 我們有遇過那個新天地教會嗎 有沒有聽過 或是有遇到他們來這邊之類的 比較好奇 最近那什麼什麼新天地教 跟基督教是不一樣的 新天地教是說我是基督再來 聖經說基督會第二次來 但是到現在還沒有真的來 可是有很多教會就說 我就是一個再來的基督 但是他們就是用了一些說法去 把這些東西圓過來 好像變成他們的這個神才是 就是耶穌重新降生這樣子 一連問了多間教會 普遍都是聽過 但沒有實際遇過 直到一位牧師提起一個關鍵線索 現在日本的上面是五樓 還是三樓頭那裡 也是一個韓國教會 記者立馬前往現場 而入口旁邊的招牌就寫著 疑似外來教會的名稱 請問這邊是教會嗎 這邊是教會嗎 那他之前這邊是教會嗎 好啦 那你先看就對了 這邊是教會 原先韓國的傳教士早早退租 現在的住戶也不清楚 上一位住戶的背景 新竹的線索斷了 難道台灣有新天地教會 只不過是烏龍一場嗎 回顧新天地教會的脈絡 1984年3月14號成立 至今超過20萬名信徒散播世界各地 總部位在南韓的果川市 而大陸的據點就在武漢 就連新加坡也在2月的時候發現 新天地教會設有一間空殼公司 觸角蔓延 有可能會放過宗教信仰開放的台灣嗎 此時一則短訊音響起 之前記者在網路PO文寫詢 台灣的新天地教會在哪裡 有位爆料者私訊過來 表示近期新聞不停抱著新天地 看著看著讓他覺得像極多年前 參與過的某個宗教團體 叫我可以去參考看看 那些人多少都有一段 沒有那種心理問題 還是什麼信用的問題 約莫六年前 李先生在朋友的半推半就下 參加了這個團體 他一直跟他們開港 說說之後 怎麼會 我們大家信的 就都是雅蘇啦 都是佛祖母 他們信的就是信那個教主 隨著接觸的次數變多 得知是一個從韓國來的宗教 拜的是一位韓國的教主 而信徒的狂熱程度 超乎了李先生的想像 臉看起來就變得很自信 很高興 後來怕怕怕怕怕 開始就一位人 開始有他的身份病 然後也作為跪下 就像一圈一圈一圈 越有越大頂 越有越大頂就對了 然後你聽得很奇怪 奇怪你就會 你就會質疑 質疑之後 後來就說我那個偉意 人家聽起來不太 聽起來就不舒服 就像你動作人像怪咖 人家就開始就跟你 沾沾沾就不想聯絡了 從此鮮少聯絡 至今李先生還是不知道 那個宗教團體的名稱 雖然朋友閉口不談 但是旁敲側擊 還是能夠看出端子 他們在找人的部分 就是有人不想 他就開始去接觸自己的 親生好朋友嘛 你如果跟你說 裡面多好多好 你怎麼就跟你勸勵了呢 李先生是因為朋友的關係 被拉進去 但也聽過這個團體 似乎以滲透別的教會 來壯大自己 與新天地教會的手法如出一側 就會冒名去參加別的教會 去得一個活動 然後就跟旁邊的講說 這個家主功利不行啊 然後什麼等等啊 你要來我們新天地教 那個新天地教會不要行 就是利用這種方式 然後甚至是到門口來去發傳單 基本上他不會被我們這邊教會認可的教 不過他來的時候通常呢 他會偽裝的 參與一段時間之後 他慢慢寫出他的 祭徒的氣毒動 整個宣揚信教的過程 一直強調 加入後就能上天堂 要上天堂就要到新天地教去 他的一個教主就會說 要上天堂的 我這邊的名額有限 所以你必須要去加入 你就要去接受他的一些教會 這樣的宗教團體 在傳統的基督教天主教眼中 總是被視為異端 究竟引人為善 或幼稚以邪 觀看隱藏在背後的真面目 超過900人死亡 除了五歲的五歲的兒子 我需要提供一個網絡的提供 誰要討論 OK 這關於什麼 這關於重量的病毒 他可能提出一些很厲害的理論 跟論證 讓你可能不知道該怎麼反骨 而且覺得很有道理 這是邏輯式的一種說服方式 這個團體其實對聖經 他們其實非常熟悉 而且他們就是有用他們的方式 來曲解聖經 引經據典另為詮釋 說之以理 再來就是動之以情 不錯 他說本來人就是好像猶豫 去那裡 他好像找到人生的答案 基於他某一些情感上的需要 如果剛好遇到某一些生命的議題 或等等的 而信仰在這時候補足他了 可是其實我也會聽到 有一些信眾 他可能其實是高知識分子 或者是他其實 平常理智是很清楚的 可是信仰上 他可能也是比較容易被說服的 也都有 大規模的聚會引爆群聚感染 新天地教會千人確診 點燃了新冠肺炎的隱性 讓南韓疫情炸鍋 成了失速列車 也掀開了新天地教會 深藏的 他的勇動勢力 與深藏的臉上 有關